赵新彤对阵炯哥的1-1决胜局 确实赛制是有点短的 三局两胜制 右下方底带有下球 开球开的直接漏球了 当然这颗长台是有难度的 直接防守一干也没问题 把母球再轻轻的推上去贴顶裤 嗯好球这干长台整个打的确实很漂亮 这一颗咖啡 好轻贴一个 哎没解到 没解到送给了整个四分 摆回去 重解 第二干 还是差了一点点 这个时候赵新彤主要是怕漏球 还是解得很小心 永哥看了看不够下 还是让赵新彤再来解第三个 之前也说了 打打决胜局对赵新彤是有好处的 积累一下经验 嗯 还是没解到 送了十二分了 那种哥这干斯诺克做的还是很赚的 他还是没有解到 撕干了 第五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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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能说太亏 也不能说太亏 我们看 炯哥是没有短板的 属于技术水平比较全面的一个 斯诺克选手 而赵新彤是长于进攻 短于防守 球队再看 好球 这干顺利上手了 接一颗粉球 粉球打进 左边中弹 左边中弹 接黄球 黄球打丢了 可惜啊 哇 木球还摔带了 这干控球 控的不理想 手摆位也没有好的下球机会 看下右下方底带的这根长谈 没打击 没打击的话 球权再次交还给赵新彤 嗯 好球 顺利传进 篮球 篮球是有向下的角度的 好的 直接蹬下篮 黑球上方的这一刻 要左下方抵戴了 黑球 左侧 好 这样连接上黑球 登起来 没问题啊 这个角度给的还是很舒服的 向上的一点角度 再次来接黑球 好 稍微带一下红球队 顶开一颗 要粉球中弹 继续单拆 左下方抵戴 好 这个球形看一下能不能拆到超分 中间的这三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打的 好 左下方抵戴 还有下球 好 这样的话就有希望来超分了 粉球打进 继续要中间的这一颗 这颗粉球打进以后我们可以算一下分数了 领先52分 台面上还有三颗红球51分刚好超分超了一分 好球 再走 哎呀 这个黑球叫的不理想了 防守一干 嗯 粉球没有打进 没有打进的话 看一下炯哥还要不要再挣扎 这是台面上仅剩了43分 赵新童是领先了53分 差10分 哎 这颗漏球了 啊 漏球了 炯哥直接认输了 认输了 这样赵新童2比1战胜了凯伦尔逊 炯带新童2比4